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喜聪 刚才早上呢我上了那个关于马币暴跌的视频啊哈 我看到底下留言呢就很多人敲碗啊 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啊这样啊 马币跟美金给你讲完了啦 这样马币对新加坡又想算呢啊 ok 少安勿招 ok 寻众要求啊啊 我今天这个视频啊就来补充一下我上个视频 我就来跟你们讲一下马币跟新币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ok 当然在开头呢哈我必须要承认一点的哈 马来西亚呢在这个经济表现上在这个财务表现上肯定跟新加坡是差色条街的那种啊 必须要承认这是事实哈 否认也没有用啊啊硬摆也没有用啊啊 ok 然后呢我现在进入主题了就是呢 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呢对于这个汇率啊的政策啊啊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啊 啊怎样说完全不同的制度呢就是呢 马来西亚的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啊 啊他的啊 中央银行呢主要控制的是升息跟降息啊 ok 但是新加坡不搞这一套的新加坡是用另外一个制度啊 ok so 我现在说这个升息跟降息我们就说马来西亚了啊 ok 马来西亚现在制度呢主要是靠升息跟降息来调节 然后呢马来西亚的马币呢就是指堆死一个美金吧 只堆死一个美金马币美金马币美金 ok 没有第二个了 ok 这就是马来西亚现在有的制度 然后他的坏处就是在于呢 你只有一个对象是美金啊啊 当你美金起到购力的时候你马币就完蛋了哦 啊但是相反的 如果美金跌的话你马币就活血了哦啊 ok 从马来西亚的情况大家很清楚啊 我现在主要是来讲一下新加坡又是怎样 新加坡现在所采取的这个汇率政策呢啊 我们称之为一篮子货币啊一篮子货币是怎样的一篮子货币呢 就啊刚才我有特别强调 马来西亚现有的政策就是只有马币对一个美金罢了啊 马币美金马币美金啊没有第二个了 但是呢新加坡呢他是对新币对一篮子货币啊 就是呢他同时呢也拥有了啊不同的货币啊啊 比如说啊欧元啊日元啊人民币啊啊啊银棒啊啊这些他有这些一篮子的货币啊 然后呢他的情况呢就好像分散投资这样啊 刚才买家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几种投资对一个美金罢了啊 美金那边有什么风水草动的话 马来西亚这边的波动就很大 但是新加坡呢他是一篮子货币呢他可以对很多不同的货币啊 如果是其中一个货币出事情了过后还有其他货币顶住啊 天不会塌下来啊 这个就是一篮比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啊 新加坡就是用这种政策的来稳定他的汇率 新加坡反而没有什么去玩那个啊利率的问题啊 ok 说讲到这里了应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问啊 这样我马来西亚还等什么应该就学新加坡用一篮子货币啊 一篮子货币不是你想用就可以用的 一篮子货币呢有他的条件有他的门槛的 他的条件他的门槛是什么的 看一下一篮子货币呢通常是用在小国罢了 大国是用不到的啊 啊 因为小国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 然后呢他整个国家是面向全世界的啊 他内需相对比较小 他的内部的市场相对比较小 然后呢他很依赖外在的市场啊 所以他才可以用这种方式啊 然后马来西亚相对比较大的国家 然后呢内需的市场是非常大的啊 然后呢相对比较少依赖外部的市场呢 是没有办法用这种一篮子货币的 有他的门槛的啊 OK so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啊 像新加坡这样啊 他是很依赖外面的市场的 所以他才可以这样来做 马来西亚呢啊 主要的是内需市场啊 马来西亚的那些融资啊 借贷啊都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呢马来西亚政府的啊 必须要用啊 这个控制利率啊 来控制这个汇率比较实际啊 OK 他有门槛的 这个依然小货币只可以用在小国 不可以用在大国啊 你明白啊 啊 OK so 到讲到这里了啊 我也不是想为任何的人背署了啊 我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马来西亚的这个汇率 政策跟新加坡有什么不同啊 其实是非常大的不同啊 完全就是走两种system啊 啊 给啊 当然我也必须要像我开头讲的啊 马来西亚在经济表现上是输 新加坡十条街啊 这个不需要我再重复太多次了啊 我承认了 ok 好吗 我承认啊 ok so 你接下来 你问我啊 有什么对策 这个对策 你叫政府去想啊啊 我这里我只是给你们科普一些知识 吃饭了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